怎么看川普说台湾要付美国保护费 出席创新论坛 身为前驻美代表副总统萧美琴 敏感问题没多回应 毕竟前美国总统川普遭枪击后 成了当选大热门 抛出对台政策新主张 势必也将成为台湾关注焦点 川普特别提到 台湾从美国拿走晶片业务 更说台湾非常有钱 想要美国的保护 台湾必须付保护费 对于美国捍卫台湾 免受中国侵略的承诺 川普明确表示 尽管台湾获得跨党派支持 但他对抵抗中共入侵台湾 没什么热情 双方之间过去友好的关系 我们努力让它不仅维持 而且更能够往好的方向走 双方之间对于台海印太地区 共同的责任 我们愿意付出更多的责任 强调提升国防实力 才是重中之重 那同步要提升的是否也 包含军购预算呢 看看蔡政府八年任内 不论川普或拜登 都持续对台均售 总金额超过7552亿台币 而且光是在川普任内 军购就高达6000多亿台币 中华民国要自立自强 我们自己能够把我们的国防稳定 在大选的期间 作为一个总统的候选人 他发表一些以美国的利益 当作最重要的政见 我觉得无可厚非 政治毕竟没永远的朋友 川普这言论是否撼动 美国对台承诺 各界更关注 是否给赖政府清美路线 带来变数 TVBS新闻李国珍 陈玉婷台北新闻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